今天阿網辣爆要辣許智峰搶手機這個醜聞 各位,許智峰這個醜行是立法會有子以來從來未試過這麼噁心地醜 好,我形容許智峰搶手機欺女性是下流戰格 而這個侵人來私隱還反屈人家說謊,真是卑鄙無恥 其實這件事簡單不覺,因為那個是非黑白是相當清晰 不用引用其他人的評論,就是用回民主黨黨內最有歷史 最有經驗,最有發言權影響力的前民主黨的主席 資深立法會員劉慧卿,他的評論就夠了 就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沒來 劉慧卿接受傳媒訪問,就說兩不留 第一,許智峰不應當繼續留在民主黨 第二,許智峰這種行為不應當再留在立法會,令到立法會蒙羞 劉慧卿提出這兩不留,其實就是相當公道的 不過,民主黨就是轉態化都沒那麼快,變臉都沒那麼快 由先前民主黨的主席胡志偉說,絕不互點,絕不認同 很快就在開完他們的高層緊急會議之後 就說,看他現在的證據,許智峰不足以是喪失的議席 他的行為還要等法庭判決,然後再後看看怎樣處理他的行為 話都沒那麼快 而在反對派裏面的最極端,最接近港獨或者支持港獨或者本身是港獨 那些議員一早就是只問政治,不問是非,死攬著許智峰 反攻為首,說他是跟狗仔隊作戰,來去維護大家 真是離了大譜 這件事其實是最清楚不過 我希望民主黨,我希望許智峰不要侮辱香港市民的智慧 不要當大家是傻的 事件用五個字就說清楚了 第一個字就是搶 第二個字就是欺負 第三個字就是侵 第四個字就是圖 第五個字就是溫 一搶 二欺 三侵 四圖 五溫 我們看看 這五個字的內涵就看到整件事一清二楚 搶 明明是搶手機的 那些黃媒 一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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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 一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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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一搶 一搶 第二个字就是欺 或者叫欺 欺负欺 欺人欺 许智峰男人老狗 恐武有力 竟然欺女职员 欺人家娇小玲珑 动手动脚 吓得人家花容失色 哭嘴 许智峰你今天的做法 还有没有道德 是不是很下流 很贱格 这样的侮辱女性 都涉嫌触犯刑事袭击 伤害他人身体 又抢文件又抢手机 吓得人家哭了 这样也可以 第三就是侵 什么侵 侵占 侵入 侵犯 第二个人的个人资料私隐 他拿了女职员的手机 未得人来同意 打开手机 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这个明明就是侵犯 第二个人的个人资料私隐 还有不诚实使用电脑 我们又看看私隐专员公主那些专员 是不是诈盲 是不是不跟进 是不是阔老懒你 大和解 看不到 希望私隐专员 你听到我的说话 麻烦你去执法 第四个字 图 是 许智峰 真好东西 抢人家的手机 冲进厕所 那是蓝翅 你是女孩 你进不来 用蓝翅的门挡住你 然后在里面打开手机来看 如果许智峰的行为 光明正大 要不要逃 要不要躲进蓝翅 根本就是很搞笑 很难看 难看得真是一个大笑话 躲进蓝翅 像个老鼠那样 进行蜀柱 老实说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 如果你是理直气壮 你抢了手机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 走去猜馆报案 或者走去私隐专员公署 举报 这个女职员侵犯私隐 又或者 很近 一步之遥 冲进去立法会主席的办公室 告诉梁军议员主席听 他侵犯我们议员的书引 三样 许智峰也没有做 而逃入治所 这个已经是实际的行为 就是看到他是强盗抢野 第五个字 就是屈 在记者追问之下 许智峰竟然睁大眼 说大话 反屈 这个女职员 侵犯 议员的私隐 哇 真是 屈得就屈 真是 大开眼界 竟然这样 说大话都可以 全世界都知道了 所谓的狗仔队 就是因为2012年反对派全面拉布 政府为确保立法会的会议正常 不会因为反对派经常走了去 又点法定人数 令到楼会开不了 就布置那些职员 在那看着进出 帮手点人数 帮手call那些员回来 保证的会议进行 其实做这份工都很惨的 铁脚马眼神仙土 站都站到脚远 有一次我还在任的时候 我就跟政府说 喂 给人家座坐 不要这么辛苦 他们会很想做这份工作 现在你 许智峰 竟然说 这些是狗 狗仔 来跟他们 人格侮辱 真是离了大谱 刚才我用这五个字 就足以 是讲清楚 整件事的性质 和整件事错得多离谱 严重得多紧要 所以 刘慧卿说得对 如果 民主党有智慧 就应该立即割席 如果 许智峰 还有一些人性 就应当 自我DQ 但是 很可惜 我看不到 日今为止 我只是看到民主党 不断转态 斧头射尾 他们开完高层 两个钟头的紧急会议出来之后 胡志伟作为民主党的主席怎么说 他说 刘慧卿 是一个普通党员 他的意见 不代表民主党 还不点名说 喂 你党员就要为党的利益 不要说话 损害党 有没有搞错 老实说 民主党 要死抱 许智峰 好的 就死抱 不过 接着 抱着 一起死 一起陪葬 一起玩完 老实说 民主党 在创党初期 其实都被人家看到 他都有少少正气 刚正不苛 是维护公义 但是自从司徒华死之后 就大树飘零 一代不如一代 大家看到 现在的民主党 是怎样 收政治黑金 投靠黎智英 这个金主 《东方日报》都经常揭露 成日去黎智英家 开密会 凡是香港 有什么坏事大事 他们就肯定去黎智英家 密针 近年 搞出了很多宗丑闻 譬如说 暴假案 最近这一宗 就许智峰 抢手机 欺女人 还反屈人 真是 丑事连年 本来 刘慧卿 那番说话 就是出于 我相信都是公心 以及都是出于 正常的道德观念 以及正常的是非的观念 如果民主党肯听刘慧卿 我想还可以立即止血 起死回生 但是现在 我看都很难 正如 引用圣经 一个说法 上帝 要你灭亡 必先让你疯狂 我们就看看民主党 疯狂到什么时候 许智峰 死亡的席位 到什么时候 其实 许智峰的政治诚信 政治道德 政治前途 完结了 希望许智峰你 醒醒 如果你现在 自我DQ 你还是一个人 将来 你还有前途 但是 你死满的议席 我就觉得 真是不可救药 这个事件 除了看民主党 除了看许智峰之外 我觉得 更值得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政府怎么处理 现在 有个议员 犯刑事罪行 是非黑白清楚 证据确凿 警员取了证 告不告呢 拖不拖呢 还是 大和解 算了 高高举起 轻轻放低 在后面针点数 放过他 希望全港市民 看看 政府执法部门 会不会 将他 尽快 摆上法庭 乘之于法 乘之于法 如果政府 连这样都不做 我觉得 真是 令到我们死心了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会面 您是什么 您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